这一天爬地板上凉吗 不凉 啥天爬地板上能凉 就是有点潮 大姐哥 对不起 我都吃多了 有点胀 我出去凉个凉个 刚刚 爸 爸 你老冲我乐啥呀 我看见你不乐还哭啊 不是爸 你是不是听到啥事了 我还又听着吗 啥事我不知道啊 爸 大喜的那人是谁 你知道啊 谁呀 范爷爷 是你爷 这孩子 一天来打听这事干 哪凉快上哪待会儿去 对 打听啥呀 瞎打听 哪凉快上哪待会儿 那边两个我去待一会儿 站着 那么不合球呢 这多么不容易 咱们一家人凑在一会儿聊聊这事 来爸 你坐中间 小米 你坐这 大姐夫 你也坐那 从现在开始 就让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 共同揭开那个趴在人家女业主地板上听火车来的老爷们的面纱吧 脸 加油 大狗够 我都把淑料去了 眼睛这点真事行不行啊 刚才你过来 哎 我让你过来 过来了 我说我让你过来 你老往门口烧啥呀 你要上哪儿啊 二米不是要揭开面纱吗 我到屋檐给他求个面纱 姓赵大 我给你没完姓赵大 大姐 大姐放趴那儿干啥呀 你给我起来赵刚刚 你给我上外边去 你不起来 你都咋的 你起来 我不起来 我就不起来都咋的 你干什么玩意这是 还让人活不 不就是说这个人是谁吗 我说实话吧 这人就是我 你咋的 情况就是那样 他们家说一过火车 地板就响 然后我就趴在那儿等 我等啊等啊 火车没等来 他老公等来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就在那儿等火车呢 怎么的 你爱信不信 信呢 啊 信 你们怎么能信呢 这事弄得我自己都不信了 你刚才说的不是咱小区 你不说别的小区 你也没说是你呀 当我做题呢你 就是你早说是你 我们不就早信了吗 就当我砸核桃 大姑父 我一猜就是你 你扁自己 张伦 明白了吧 你的为人大伙都了解 所以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不但是我们家人 整个社区的街坊邻居 都信任你 谢谢爸爸 但是你们信任不行 大米他不信呢 哎呀 大家都信 我就更信了 钢子 在这个家里 还有谁 比我更了解你呀 不是那你刚才一进来 你说信赵子 你别走你跟我出来 哎呀 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姓赵啊 我说是后楼那个赵狗子 我刚才一进小区 哎 他几个字用车冲我就来了 把我这菜全葫芦地下去了 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我跟他生气呢 你跟狗子生什么气啊 别跟他生气 他爸卧床都好几年了 是 他是着急给他爸买药去 别生气了 钢子 刚才我路过物业 田径里把这事原原本本都跟我说了 那个男业主 还特地给物业打个电话 说他误会你了 给你赔礼道歉 哎呦我的妈呀 你看人家道歉了 最重要的 他还要感谢你呢 他咋还谢我呢 说你趴完之后啊 他家地板干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姐夫 刚才把你吓那样 是是是 那最后那个女业主家 那个问题你给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解决了 后来我发现人家确实那样 一过火车地板就颤 完了咱给人家装一个隔音板 没问题 哈哈哈哈 所以说钢子 哎 今后有啥事 别别在心里 哎 回家就说 深圳不怕影子骑 咱干的是好事 咱心虚啥呀 对对对对 对 爸你说的非常对 咱干的是好事 咱心虚啥呀 对 咱不用心虚 是吗 难道等火车一定得去火车站等吗 我趴在地板上 我照样等火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姑父 哎 大姑父 啊 你是好人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我现在就去咱们小区 为你诚情试识 巧儿 好孩子 能这么做 大姑父很欣慰 大姑父爱你 去吧 宣传去 把你爷的罗拿着 使劲炒 妥妥必须 你就放心吧 给你大姑父赞神 我说实话 我今天有点激动 真的我很激动 我觉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工作 能够让大家信任你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骄傲 而且爸 我今天特别高兴 王小强平时这么不着调 都能够勇于出来帮我挣身 王小强太好了 我太 听听 解放连亲们 大家伙啊 别瞎猜了 怕在你爷主家地板上 那个男人呢 是我大姑赵刚子 等火车没等来 把他家老爷们给等了喽 好像他这么说 别人听不明白 是 没听明白哦 让他家老爷们给堵里了 哎呀 你 我们俩要做一次 他是insin 我们俩要做一次 照射 还真允许